2018決戰中臺灣 起瘋了 臺灣要變天了 對不對 對 最後一個月 五五波的臺中市長選戰 進入到封關前的賽末點 這個階段得拚有感 這個階段是最低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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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們 吳瘋了 打選站三世 蔡奇亞 黃昏市場夜市最能貼近選民 是敗票必訪 盧秀燕這一天 就一口氣南瓜兩場 其中到在地最大黃昏市場 敗碼頭 是他宣布將總部 設在大禮後的出示水溫 身體很差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共同拚經濟 之前的狀況怎麼樣 買氣沒有很強 現在呢 不錯 大家都衝著他來 當地台商主動傾訴生意慘淡 但大禮過去八年 都是綠圍法持 2014 林佳龍更以六成以上得票率 在市長之意穩拿大禮 這塊台中過去的綠色鐵板 如今起的化學變化 大環境不景氣 替盧秀燕先鋪好路 搶經濟選民 盧秀燕趁勝追擊 趕往下一場冯甲夜市 盧秀燕宣布參選之後 掃第一個夜市就選在冯甲夜市 而冯甲夜市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事實上在這邊可以看到 台中是經濟衰倍最明顯的地方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 林佳龍市長 賬地價稅最多的地方 所以西屯地區的民眾 對於大賬地價稅 非常的反感 早在八月 燒喉龍之眼團隊 就曾追蹤 逢甲夜市的帶租巢 兩個多月過去了 掃街團隊成員 比逛街民眾還要更多 我們在夜市中 也發現了熟悉身影 商店的生意 現在工會越來越少 你是不是應該幫我們 叫我們逢甲上去一下 夜市主委 不願表態轉向私下求助 因為景氣跳水 就再也沒浮出水面 全在這個時刻 在逢甲插旗 盧舍院的有感 選擇壓在經濟牌 消費者如果沒有錢消費的話 那大家生意就會變成不好 所以逢甲現在的生意差很多 也因此為了我們要拚經濟 拜票拜出一身職災 戴上護腕 盧舍院堅持90度鞠躬 緊緊握住每一雙手 因為商場無藍綠 參生就是最大比例的搖擺選民 今天甚至碰到一個國二的女生 跟我講說她的家裡 跟他們講要支持盧秀燕 大家究竟還是希望能夠有收入好生活 經濟是台中我們施政的強項 我們過去這四年 招商全國第一名 失業率六度最低 薪資所得平均成長了7.54% 如果說這一次選舉 市民是以經濟做主要投票的依據 那我們很有信心 我們會得到人民的支持 最後一里路一張經濟牌兩個世界 新任市長林佳龍 視為刺激投票正隱又英 盧秀燕則首度跨出陽光空氣水 發出第二張牌 複製韓國瑜的高雄翻盤方程式 讓經濟選民拉開膠著選情 蹲點24年要在最後30天 力拼一躍而起